说怕苦的人苦一辈子 不怕苦的人一阵子 生活没有靠山我们就是靠山 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 粪笔集数的日夜总算是熬过来了 许多明星们也为高考学子加油呐喊 也祝高考学子金榜提名 明星们会不会想起当年高考紧张的时刻呢 我们都知道 很多艺人都是通过艺术生的身份加入娱乐圈 高考是迈进人生的第一步 即使不是很好也不要灰心 因为阳光总会照亮努力奋斗的人 任嘉伦 任嘉伦毕业于青岛外事服务职业学院 从前是一位乒乓球运动员 毕业后进入青岛流停机场工作 后来参加选秀节目 开启了人生的另一段开端 没有背景没有资源 非科班出身困难重重 在娱乐圈经历了患得患失 再到如今的持续稳定上升 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的 任嘉伦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毕指的他值得我们学习 永远都是正能量满满的他 总让人感觉心里踏实 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 在大唐荣耀广平网里出火爆的时候 宣布恋情婚姻 毫不畏惧事业的停滞 足以证明他是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男人 后又凭借锦衣之下 周生如故与君出相识等优质作品 赢得观众的心 迪丽热巴 迪丽热巴的《三生三世枕上书》 与交际 漂亮的李慧珍 长歌行等 都是拿得出手的代表作 热巴的身上总有一股独特的魅力 无论走到哪个场合 你都能够看到金光闪闪的他 从小学习舞蹈 新疆女孩天然的气质 从小透明到娱乐圈顶流 热巴的心酸故事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五官精致 身材高挑 实力与偶像都具备 是最值得喜爱的小花旦之一 热巴的学历还可以 本科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在这么专业的环境下进行深造也是一种优势 演技不断地磨练 也没有辜负我们对他的喜爱之情 迪丽热巴是个拼命三娘 据说他连续四年不间断工作 敬业态度让人十分敬佩 这样的人不红才怪 肖战 肖战毕业于重庆工商大学 现代国际设计艺术学院 据说曾经在大三的时候 还和朋友们创建了两个工作室 后来是学校的老师推荐他到某个选秀节目 才有了他进入娱乐圈的第一步 一个人的认知修养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 肖战从小学到大学 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 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完全离不开教育 我们都知道肖战凭借选秀节目成为男团中的一员 又凭借陈晴 并终的魏无限奠定了顶流小生的基础 从出名到没落再到大祸 肖战受到很多挫折 也得到了成长 更重要的是他用行动传递正能量与希望 这才有了经典之作陈晴 并余生请多指教王牌部队等 值得加许 王一博 王一博是位非常优秀的大男孩 从天天向上到如今顶流小生 很多人也许想知道他的学历 王一博高中毕业 毕业于韩国首尔汉林艺术高中 出生于河南洛阳 歌手演员主持人以及赛车手 能够拥有今天的成就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 无法想象王一博生病要一天打八瓶点滴 医生让他放弃舞蹈 但是出院后的他下午一点跳舞到晚上九点 这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小男孩所刻苦来的 连很多成年人都无法做到 王一博凭借陈晴令中的蓝忘机火爆出圈 以前的默默无闻到如今的圈内顶流 这并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英雄不问出处 学习改变命运 努力了就不后悔 同时低学历也不代表什么实力证明一切 任佳伦热巴肖战王一博 这些圈内顶流明星 谁是你的榜样